在座的各位老板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张思思 今年25岁 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 服装表演与工程专业 毕业之后又在北京毛国平行像艺术学校 学了一年的影视人物造型 希望能够在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 找到一份余彩妆 或者是时尚类相关的工作 谢谢 张思思 又是我喜欢的高个美女 谢谢 她这个专业也特奇怪 叫服装表演与工程专业 这基本上 什么叫服装表演与工程 那个与工程的那部分是干嘛的 我上了四年大学也不知道 与工程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服装表演是什么意思 我猜应该是她的学校 是天津工业大学 所以一定要加一个工程在里面 就与工程就是吓唬别人的 有点 对 所以你四年主要在学什么呢 主要是学服装表演这一块 就是模特梯台这一块 要学四年啊 这四年在学什么 主要是我们也学一些文化课 但大部分的时间是出去做一些活动 然后做一些演出这方面 上大学的时候 就要大部分时间在大学课程里面 就要去出去做活动啊 对我们也有表演课 形体课 舞蹈课都有 然后但是大一上半学期的时候 是没有出去做活动 但从下半学期开始就开始陆陆续续都会有 从大一下半学期就开始做活动 一直做到大四 但不是每天都做 只是一个月会有一两次 明白了 那么为什么不做模特呢 我觉得模特的话 相对来说年轻的话 可能比较适合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长久的职业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发挥的空间 未来的职业发展是什么呢 我是之后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 我又在那个北京学了一年的影视人物造型 也就是学了一年的彩妆 因为我觉得彩妆这方面的话 和模特还基本上都属于艺术这方面 做过和彩妆有关的工作吗 做过 做什么 我是毕业之后 在那个杭州一家化妆品公司 做市场部的彩妆师 彩妆师 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 主要是因为薪资的问题 我觉得有点过低 多少钱 2750 睡前 怎么还有零又整呢 睡前2750 涨过吗 涨了50 做了多长时间涨了50 半年 但是说实话 思思你没什么经验 是的 对吧 所以你告诉我 你所要做的这份职业 究竟是钱对你最重要 收入对你最重要 还是说 职业认同感对你最重要 还是 你在这份职业当中 有可能体现出来的价值 最重要 我觉得实话是 我觉得我在这个职业当中 体现的价值第一重要 薪水第二重要 好 各位 还有什么问题 你能说一下你的价值吗 你觉得怎么样叫体现了你的价值 最起码有件事情 交到我手里 它是一个完整的事情 而且我能把它做到很好 那你可以干一 很好以后呢 你希望 你希望是什么 很好以后 我觉得 我希望是我心里觉得开心快乐 好 我再多问你一个问题 前台做不做 不做 其实是这样 三千 三千五 我是不叫了 四千 成交 你也想做一样 孙少林老师问这个问题 并不是在开玩笑 而是在试探他 到底有没有想清楚 他自己真正要什么 为什么对钱那么看重 因为你只有25岁 家里面很需要你来养家吗 不是 其实不需要 但是我之所以就这么看重钱 是因为我之前在杭州工作那半年 我自己要租房子 自己在那边生活 我觉得 就是其实挺难的 那你有没有跟家里人说过 你自己的难 然后让家里再帮你 我没说过难 但是我爸妈知道我开的少 然后他们会给我一点 今天妈妈也来了 没有 今天妈妈也在现场 来认识一下张思思的妈妈 她一直不知道妈妈来 妈妈一直在后面悄悄地听 对女儿这次求职有什么 张思思 别哭 你说妈妈还哭什么呀 感动 说实在的 她今天没让我来到现场 刚才您也听到了 思思说的求职意向 有点说的也胡了八度的 您作为一个妈妈 有没有建议给孩子 她也跟我说过吧 特别想找她这个彩妆师的工作 特别希望 还是彩妆啊 时尚有关的事情 对 特别特别希望 对薪水您有没有什么要求 其实对薪水吧 我们我和她爸爸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的 只要孩子在未来的道路上能有发展 薪水还是次要的 好 谢谢 请坐 谢谢大家 关注孩子的表现 来吧 十二位 你们决定让张思思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 不错的状态 有九位留了下来 你要向大家证明 天生我有财 这是什么奖杯啊 这个就是那个 世界旅游小姐的最佳上进奖 好的 旅游小姐的 这个证书呢 这个是黑龙江摩托大赛的金奖 咱们有没有彩妆呢 有 啊 化妆是彩妆师张思思小姐 大家看到这个彩妆是张思思做的 这算是比较得意的作品对不对 还可以吧 还有这个 这个是一个男扮女装的作品 就是个男孩 然后把它画成女孩 啊 这是男扮女装的作品 也是彩妆师张思思小姐 啊 还不错 好 其实我也跟你说一句啊 我是觉得你其实很多 其他的工作没有很多经验嘛 但是彩妆呢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有没有找到工作 我觉得并不重要 就是彩妆师是不是你一定要做的 而且扬州出来之后 你又为你的彩妆师 找了多长时间 有没有为这个事努力过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今天可以不选择 然后再去找 我觉得你肯定很容易找到的 彩妆不是我非着不可在心里边爱死的职业 没有 我说实话 思思 其实你整体的形象特别好 我觉得你做一位彩妆师 只有一年多的经验 对不对 然后呢 也不算说是多么资深 我倒是觉得 以你现在25岁的年龄 你应该扎扎实实去做一项管理方面 去学一项这样的工作 也许今天能够让你重新有一个新的择业的机会 所以好好把握 没错 我都看到一个标准的酒店大唐复礼 博士团新成员张斌 飘后门连锁酒店总经理 飘后门连锁酒店 致力于打造全新概念的中国连锁酒店行业的领导品牌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应该在这方面再继续的发展 就看你要不要改 别着急说可以 尹峰半天没说话呢 像面一样 在想他还适合做别的什么 比如说我觉得他可以做行政公关呢 跟外面做一些商务洽谈呢 跟客户对接呀 对 这些是可以的 他的形象气质很让人信任 你喜欢跟人打交道吗 喜欢 特别喜欢 在这过程中感到很舒服 很享受是吗 是 我觉得挺开心的 然后你是一个很细致的人吗 还可以 还可以 你的这个问题吧 特别没意义 你问谁 你是个细心的人吗 谁会说 不不不 我特别细心 那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特别细心 太大了 这是具体操作过程 你试试吧 大唐的那个经理的时候 你问他一个学体的事 让他来说事的时候 你来判断他够不够细心 对 我说一个事 对 好 就是今天下午张绍刚老师 在三点二十五分要来我公司做客 如果你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前台或者是接待 我给你这个讯息 你前期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是十二点 宋总告诉你 三个小时以后 我要到你们公司来 和宋总喝喝下午茶 聊聊天 谈一谈朋友之间暧昧的感情 可能要先跟你沟通 然后跟你 你跟我沟通什么呀 来 你跟我沟通 来 现在叮叮电话响了起来 我拿起来电话 开始 尚光老师你好 你好 哪位 我就先确认一下今天下午 然后到 您是哪位 我是那个中盟世纪的前台 你好 怎么了 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 那个您今天下午 是不是那个三点钟 然后要到我们这边来 是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 您是怎么过来呢 我坐地铁 是的 是的 我坐地铁 你坐地铁 对 银泰嘛 国贸下来 上楼就是 很方便的地铁 行 挺好的 来 继续继续 我看还能聊什么 挺好的 继续 那个 我会帮你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我去你们公司 有生命危险吗 不是不是 我说的安排好 都是那个 您不是要喝茶吗 是是是 就把茶什么都给您准备好 然后那个 我之间带您过去 咱俩是打电话的吗 好 姑娘 你太热情了 你们公司太地道了 您还有什么事吗 姑娘 没有 现在您坐地铁 注意安全 没了 思思 我觉得照你这样以后 所有的boss 都不敢去我们公司 人家都害怕了 是是是 有点 不是 我因为 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先去跟人家 沟通这个事情 思思 我给你讲一下 首先呢 我告诉你少刚老师三点钟要来 我可能不会直接给你少刚老师的电话号码 这是你犯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你要问我 你说宋总 我不知道少刚老师知不知道地址 我发给他一个地址 那你问少刚老师 您是想怎么来 需不需要我们公司派车去接您 到楼下以后 我引领您上楼 你看你喜欢喝什么 我帮您准备好 就是你这样一个沟通方式 会让人比较舒服 你上来就打电话给人家 会很冒昧 是 我关键我是 太热情 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应该怎么办 现在 剩下的九位 做二次选择 你们要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东方为什么离开 我支持他回到彩妆行业 我觉得他很适合 而且他的外形那么亮丽 如果我要是找他化妆 我会觉得特别好 美霞为什么离开 又不解释了 其实除了那个之外 我觉得有天天网在 而我又刚刚看到 他那个化妆作品 如果把他们的产品 和他化的彩妆 结合到一起 对他来说 是一个双赢的事 所以我就想把机会 留给别人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可能因为都有这样的考虑 大家离开 留下了天天网的剑秀 而张斌那儿呢 从上来开始就认定 他是一个好的 大唐副理的披子 是的 现在 飘后 天天网 留了下来 你要和他们两家 谈钱不上感情 张斌开始 我有两个职位 可以提供给你 一个就是饭店的 大唐副理 另外一个就是 我说到的企业文化大使 企业文化大使是个工作呀 他的工作内容是把我们赋予的 给他 交给他的一些企业文化的理念 不断的 培训 培训和传播 传播给门店 明白了 这两个职务的工资 都是税前2500元 试用期 来 建秀 你要做的这个职位 就是彩妆体验师 我们在天天网的网站上 有一个板块 以及还有每月一期的 内部会员DM刊上 都有这样的一个板块 就是交给这么多的用户 如何化妆 穿衣 以及怎么样做头发 这就是你最大的价值体现 我们的试用期是两个月 试用期工资呢 是2800 转正以后上浮20% 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 免费的集体宿舍 这在北京是可以节省 你很大的一个生活成本 会不会因为他的这些化妆 带来了好多销售业绩 就这些单品 他可不可以拿到提成啊 我觉得美侠的提成非常好 真的如果是因为你的这个化妆技巧 带来了大量的销售 我可以给你考虑提成 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好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飘后 还是天天网 对不起我选择 谢谢离开 思思啊 你真的让我非常的意外 其实主要是金字的问题 你知道他听我 你其实是 你妈都说了 我不是 你令到我差不多无语了 我非常失望 其实 因为你要知道天天网是一个多重要的 在彩妆行业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业 今天这里就结束了 但我觉得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机会的话 你一定要抓紧 不只是看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情的问题 你干嘛咬牙切齿 少哥老师 Frank老师非常的痛心 因为刚刚我们两个又打赌了 这次我们赌的都是天天网 Frank老师说 如果他不选择天天网 我们两个就离开 真的我们两个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运 放在别人的身上啊 其实少哥老师 睡前两千八 而且他是实习期 那么实习期之后 相当于三千多 再加上住宿 你相当于基本上拿到 睡前四千五的工资 你连大 你连前台四千都做了 为什么不做 而且还有成长的机会 是这样子的 而且你在上台的时候 你就说你要做的是体现你的价值 你为四百万的注册用户 这就是体现你价值的地方 其实少哥老师 我想跟你说几句 我觉得 不管是天天网的化妆品 还是天天网的这个平台 你在这里现在赚的不是钱 你也可以以后像毛哥平老师一样 因为你也在教所有的买化妆品的人去化妆 你知道你变成他们的什么 你是一个有光环的人 在你的引领下 其实这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平台啊 所以 张老师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 我当时就觉得他会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像他这样出去的话 挣个七八千六七千肯定能挣到的 彩妆行业的话 现在连化妆 就是高级化妆品的导购 他说那个都能挣到的 我觉得他的问题 他绝对能挣到的 他只要跟人家去 比如说 这种假设 我们不要其实误导他 这种假设 我觉得你真的不太懂事 我们不听别人的话 刚才你母亲跟你自己传达的信息 都是钱不重要 妈妈的意见 这两份工作其实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没选啊 如果我替他选的话 我有可能要选那个 天天网 天天网 谢谢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这是我知道的 特别喜欢 听自己的选择 虽然我们大家都有话要说 但是这是张思思 自己的选择 也许受困于 两千八这个数字 被大家分析完了之后 可能有后悔 可能心里有对自己的不满意 或者更加笃定的想 不会开辟新天地 没关系 无论怎么样 希望职场生涯顺重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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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